創下這一場辯論很精彩 那其中一個片段 兩人互相嘴晶片 今天早上在看他們兩個的辯論的直播的時候 很多人都傻眼了 美國有事 台灣有事 美國正在選總統大選 但是沒有想到台灣呢 還是裡面的重要的一個角色和話題之一 就是談到了現在全世界最關切的晶片 然後整個賀錦麗呢 他就是批評是川普在他的任內裡面 對於晶片 對於這些東西沒有做好管制 所以呢把晶片賣給了中國 讓中國能夠現代化和提升中國的軍事 造成全世界的問題 都是川普不夠好 結果賀錦麗呢 講完之後 川普回擊了 回擊的是說 美國沒有能力做晶片 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做任何的晶片 都是你們政策不行 是中國的晶片是台灣買的 所以是向台灣買的 就把台灣給捲進去了 所以其實兩個人工房裡面 沒想到台灣也是工房的一個主角 那今天這場辯論裡面呢 其實這個狀況裡面看到 角色上也是有點點的奇怪 為什麼奇怪呢 賀錦麗他是現在執政黨 那結果呢 賀錦麗是完全攻擊 而川普反而變成是被攻擊的 所以到底誰在執政 誰是主攻方 其實有一點點的感覺好像角色 跟現在的執政黨不一樣 所以川普呢 還回了一段話 我是在講的都是講拜登 我沒有批評賀錦麗 因為他沒有政策 繼續攻擊賀錦麗是空心菜 但是這場辯論裡面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川普和拜登辯論 民主黨的拜登一次就被KO了 所以這一次大家很關切 那現在賀錦麗上陣 兩個人第一次辯論 那怎麼情況 尤其是賀錦麗 在整個接了拜登38天之後 才第一次上CNN專訪 那個災難式的一個訪問 大家會覺得他沒有準備好 眼神啊肢體語言 所以賀錦麗呢 這一次也是跟拜登一樣 經過了五六天的關門集訓之後 他呢做了一些動作上 和肢體語言上 想要去平衡掉 過去的一個挫敗 民主黨的挫敗 所以呢他做了一個動作 這動作呢 川普當然原來沒有想到 因為上一次八年前 川普跟希拉蕊的時候 兩個人沒握手 然後四年前川普跟拜登的時候 兩個人不握手 然後上一次KO掉拜登的時候 兩個人沒有握手 但是賀錦麗一上陣的時候 他直接走向川普 然後伸出手來自我介紹 所以握了手了 這八年來終於破例了 可是這裡面其實是一種 想要展現 他是有自信 主導權 所以在會議上 人家也觀察到 在兩個辯論過程中呢 賀錦麗的表情 是刻意的做了多了一點 然後在川普講一些話 手要撐在這邊 好像說你在說什麼 或者是一個笑 就是賀錦麗想要在肢體語言上 展現他是比較有準備的 迷平掉過去大家講說他是空心菜 是好好做事情 沒有什麼準備 但是在整個工坊裡面呢 談到的時候呢 他呢先是第一個開始要談的是經濟 那經濟賀錦麗就想說 我是出生於中產階級 我們中產階級啊 怎麼樣怎麼樣 買房子啊什麼的 過去的時候 他的關鍵是要抓中產階級 然後用這個東西主導的就是 把川普要增加國外關稅的這個政策 說成是川普銷售稅 那你這個稅交了以後 最後一定轉嫁到美國的中產階級 所以你川普呢 只是在減負人的稅 增加中產階級的一個負擔 而川普就回擊說 他從來就沒有銷售稅 他呢只是拜登和賀錦麗的 整個四年的執政 完全沒有對策 經濟政策錯誤 造成的是通膨 而這通膨差點摧毀了美國 就反擊回去 然後呢川普過去呢 一直想說拜登太軟弱 拜登太軟弱 那賀錦麗也學這一句 然後賀錦麗開始說 川普太軟弱 川普對習近平太軟弱 去算的就是community 剛起來的時候算 而剛起來的時候算 說就是你川普太軟弱了 害美國被community給入侵進去 然後兩個人爭鋒交大 但是呢川普呢 一直攻擊賀錦麗是空心菜 不斷的講說他沒有政策 他沒有政策 而且另外一個要打他是左派 是極左 然後就說我說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他的爸爸就教馬克思經濟學 就這樣子的繼續去攻擊過去 然後再抨擊著 其實美國內部裡面 這次也是很討論的 就是非法移民 那非法移民 賀錦麗和拜登都沒有政策 而川普呢 後面呢又留了一個梗 然後不講答案 讓大家去猜測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喔 一個小秘密 拜登其實很痛恨賀錦麗 拜登根本無法忍受賀錦麗 而這個氛圍 川普沒有講什麼 可是這倒是當拜登被換掉之後 拜登和賀錦麗 然後拜登一直接受專訪 拜登在主導國政 裡面他們兩個的角色 其實也是一個在醞釀 而這當辯論完畢之後呢 網路的媒體 做民調是認為說 川普已9400人 這網路上的調查 大勝賀錦麗的6300 大概是3比2 但是CNN 這本來就比較反對共和黨 反對川普的民調 公布出來的民調也傻眼 竟然是整個賀錦麗得了63 認為她好 然後只有37認為川普贏 不過不管怎樣 這一場辯論 賀錦麗沒有像拜登一樣被KO掉 所以賀錦麗馬上就提出邀請 10月再來一場 但是目前為止川普還沒有答應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